还有一个这样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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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就这个降挡速度和动力响应还是可以的 另外呢 我想说一下它的底盘 我们都知道吗 翼炫的底盘是CTCT冠军团那条叫出来的 所以这个底盘它的整体 是一种比较均衡的 介于软和硬之间 稍微偏硬一点点 今天我们在山路上面 比较急的弯道或者一些回头弯 这台车它的侧向支撑 这台车它的侧向支撑还是能够给到非常足够的信心 就是有稍微有一点 比如说我们走在一些比较粗糙的路面上面 这台车会有一些弹跳 但是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样的弹跳会反馈到手感上面 就你会感觉到路感非常的清晰 经过一天的体验呢 这台全新的翼卷马赫版 它无论是外观设计 或者是动力系统到操控都非常的成熟 而且结合到它的售价 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